笑得像我們得獎一樣 其實應該謝宜軒幫我們說了一切吧 入圍11項大獎的華燈劇組 苦苦全部共估 林馨如 楊錦華 謝瓊軒 劉品妍和楊宥寧 還是超堅強抵達慶功現場 但失落的心情全都寫在臉上 歡迎來到史上最龐大的共估團體 其實我的經驗不是太多 從上一次到現在是第二次 但完全共固到第一次遇到 當然還會有一點點失落 然後會覺得對所有的工作人員 演員有點不好意思 讓大家滿懷的希望 然後有一點失望 本來想說慶功宴 因為我媽剛剛說啊你要去哪裡 我說我要去慶 不知道講什麼宴你知道嗎 那你覺得哪一個獎 朋友得到是最歐的 每一個獎 我也想說每一個吧 你開吧 每一個 上景華了 你聽到自己差一票 是不是每次都好像聽到 差一票 對 但我覺得不管說是差一票 還是差很多票 我覺得都是還是要繼續 對不對 繼續點點點 你們可以寫好嗎 講了很多遍了 你們把演都知道 是不是願意 再次再厲囉 我覺得這個是不會阻擋我們 對表演的熱情 好像評審沒有考慮雙大黃 我覺得無所謂啦 金杯銀杯不如觀眾的口杯 觀眾的口杯已經代表一切了 會不會覺得那個金鐘獎又背離的氣象 對啊 是有一點驚訝 一個都沒有 可能我們不夠好嗎 是不是 後來 因為臉好像有點像 哪一個 到最後的時候 不是 我 雷的真的超級 我想說終於可以放鬆了 我想說我等一下好好來就是 換我自己的衣服 然後好好來吃喝一下 對啊 我們餓很久耶 瓜哥有打電話要吃喝嗎 沒有我剛 我後來看到訊息他 再接再厲 我還要接到哪裡去啊 很累耶 他真的很可愛 就是再接再厲 然後一個愛心這樣子 有收到老公愛的安慰 也是棒棒啦 都看見 那就來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他要認識 我們想說 準備 然後 我們 好 算